開台啦 開台啦 10點半要看Dart哥 聽到嗎 聽到嗎 清晰畫面有沒有問題 今天沒有遲到的 因為我是寫10點半 不過我Facebook我是寫錯的 一半上面我改了時間 但下面那項我是沒有改 你看真點 這位Chloe兄弟 Facebook和Youtube是我有疏忽的 但我第一行 我是寫10點半 因為我想看我什麼做美人 ViuTV 看看我自己做嘉賓 做什麼 做評判 就是這樣 有位兄弟說了一句話 Dart哥 我有一位舊同事失蹤了14天 最後在山上被行山的人找到 他已經上吊 他人很好 跟他工作上 在同一間公司有一年時間 平時工作有麻煩問題 他都搞定 做所有事都很上心 突然離世的心很不舒服 我最近也有很多朋友都有這樣表示 他可能是疫情的問題 或是怎樣 各方面社會的氣氛不是那麼好 他也是有一些 其實他也沒有特別遇到什麼 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他就是覺得有點抑鬱 有點壓迫 最近是比較多這些 跟他說什麼R.I.P 可能就有壓力 有壓力的話 就是及早找人聊天會比較好 自己一個人生病 會轉牛國尖 或是怎樣 就會比較辛苦 我們繼續我們的逆轉裁判 昨天就說到 我們這次也要打御劍 我們的案件 就是這個 寶月西的姐姐 她也是一個 律政署的高級人員 就是這個 昨天的調查 調查什麼 成捕堂律師 老實說 還有很多問題尚未釐清 其實應該說 但根本沒有什麼釐清 無論最後的判決是怎樣 你都不需要內疚 我已經準備好心理準備 我也是相信姐姐 成捕堂律師 作為職場的前輩 我要給你一個忠告 老友 其實你是做律政署 我是做辯科 我跟你其實不是 嚴格來說 也不能說我是前輩 什麼忠告 律師堅信委託人 清白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被懷疑一定有理由 所以被告才會起訴 這句話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即是我被人 屈 我被人砌山豬肉 我之前打那麼多個案子 那些全部都是被人屈的 什麼叫被懷疑一定有理由 神經病 我屈你 那就是一個理由 你這樣說的話 建議你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寶月小姐 你是千尋者的學者 我覺得你跟他很相似 不過 你們兩個人 之間有一個非常 關鍵的差異 什麼差異 你不是律師 我覺得很好 你只是律政主的人 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拜託你了 有人說他們最大的差異 就是恐怖的差異 他三樓扣得高而已 你不知道他多大 這個是我在真宵不在的情況 第一次站上法庭 這個表示 就是他已經沒有 沒有人可以協助 我一定要自己想辦法 靠我自己 找出真相 加油呀程步堂先生 有我在這裡不用擔心 同日上五十點 地方法院第九號法庭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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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這些KLF 本席宣布 現在開始審理寶月巴一案 辯方已經準備完了 檢方早就準備完畢 余劍 好久都沒有站上法庭了 自從那件事之後 你不用抱著過多個人情感 聖步堂隆一 無論周圍的人說什麼 走什麼路 由我自己決定 那些外圍人士 終究是沒有辦法改變判決結果 預見檢察官 整理進行開場的 啊 陳述 寶月巴身為主任檢察官 但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 甚至 還選擇檢察署作為犯案的現場 呃 高原真正的法庭 拍力就是不一同不一樣 總覺得 如果現在問我的話 我什麼都會招 但是這個行為 成為了他致命傷 多謝這個Locky Polar Pair的小奇點 他的凡行被某位證人目擊 一位可以說是專家的證人 既然是敢不請傳召那位證人入籍 將史之谷響華帶到證人籍 臭酸鴨響小姐 這個袋是很難聽的 外賣小姐 這個穿得孝斯丹督 好像在哪裡見過你 黑人 是不是要魚子醬便當 這個是魚子醬? 這輩子也是第一次吃的 裁判官的眼睛 犯著雷光一直狂不吃便當 那就是收受利益 已經構成賄賂之罪 妨礙司法公正 現在在開庭 吃東西已經可以 救了廟室法庭 神經病 這邊這位要不要來個香鬆便當 多謝 正人報上職業和姓名 看到的那邊這位先生來個芝麻便當點 現在吃午餐也太早了 我在問你姓名和職業 這位客人怎樣? 味道滿不滿意?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魚子醬 好好味 哎呀,白癡 我以前一直以為魚子醬 吃起來好像紅豆一樣 哇,差很多吧 聲明還有職業 我叫史之谷 響華 今後多多指教 出於一些原因 我在便當樂園 擔任現場總指揮 請問這樣得了嗎? 御劍檢察官先生 這樣正人請為我們說說案件的經過 請個位置等下 讓我多吃一口 刺馬勤快點 好了,御劍檢察官 好,雜雜雜雜 找到命外的說明 那意是請的 警方人士 法官大人 剛才那位檢察官就說了 本人史之谷 響華 是一位專家 哦哦,是什麼意思呢? 史之谷響華 直到兩年前 都是搜查一科的特別搜查官 是負責鴿總凶殺案的刑警 這個是 就是 警方人 什麼叫做 一級 一級謀殺案 什麼意思呢? 總之最厲害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總之 原來他是警方 有位棄魚燕囊的兄弟說 多虧你上次祝福上次考車一 明天面試見公 我祝福多一次 輕鬆啦 保持冷靜 愉快心情去見公 OK 多謝Shotar 09比的小奇點 蛤? 響小姐原來是刑警 哇 你應該不會是那位臭孫嗎? 響就是我了 好久沒見了 主席 我知道了 請你開始說明 這位大姐到底是什麼來頭? 各位,請各位注意這裡 好久沒見 檢查處的地下停車場 可以分成兩個區域 A區就是職員專用的 B區就是外部人士訪客用 兩個區域之間是被鐵絲網隔開 應該不會被外部人士隨便跑進來 名案現場是在A區深處的汽車車尾箱 犯人用的刀子 殺死者之後使徒開車運走為體 只不過他很不幸 被目擊者以現行犯的身份 拘捕了 這位勇敢的目擊者是 就是我本人 法官大人 這女兒一定是 臭孫 兇手 正人也就是說你目擊到犯案的那一瞬間 當然 我立即動手拘捕了主任檢察官 看來這個應該沒用之意 怎樣 律師 辯方律師 不要徵求我同意 法官大人 就由我把那位死纏難打的差勁男人 砍成兩半 真是我教教給你 這麼有先入為主的立場 好 我心裡其實一早預感這一天會來 那天我就在拿便當給我男朋友 身為搜查官的直覺不斷跟我說 今天會有事發生 在鐵絲網的另一端 我看到主任檢察官站在那個沒有品味的轎車旁邊 而主任檢察官的右手拿著一把刀 然後我看到他 在多田夫搜查官的胸口刺了下去 送便當給男朋友真是sweet 哼 看來沒任何疑問 你拿刀用力刺 整個過程都被目擊者用力 看得一清二楚 有什麼感想 被人劈成兩半的滋味 我還在想 你還有救的,誠報堂先生 好,辯方律師,快點審問 快快快 這些有預感的道理 我想追問一下他 你又是靈媒嗎? 問米婆嗎? 檢察官的侄惡如獸態度很值得人尊敬 但他們扮愛的方法已經可以說走火入魔 這些扭曲的做法遲早會造成悲劇 我們十分樂意接受這位便當小姐的指教和批評 如果出現了對自己不利的證物就動手煙滅令她消失 有許多人知道過內情的 搜查官就因此被拋棄 這些是家常便法 阿響小姐是不是跟檢察官有什麼仇口 我曾經都以為搜查官這份工作 就是我的天職 如果沒有被那些偉大的檢察官解僱 現在我都應該是這樣想 我原來是被人解僱的 對我宜然檢察官這些人就跟路邊的屎蟲一樣 不過我好大都是個專家 我的口供不會有瑕疵 多謝阿哈姆太郎 是不是阿哈姆太郎給小奇點 本席明白了 請繼續審問 現在可以看到她有動機 即是她被人解僱 被檢察官解僱 因為她說搜查官知道太多東西 就會知道太多被人捨棄 她的男朋友是誰 男朋友? 是指那位搜查官嗎? 不是那位男朋友 是警衛室那位 你和我同事有很多男朋友嗎? 這位證人 除此之外 我還有這邊的男朋友 和那邊的男朋友 發官大人要不要加入 某位男朋友的位置還空著 人盡我褲 這位女兒真是 哇 她說真是G 我都說了 這位女兒穿成這樣不幫好東西 哪邊 發官大人 發官大人猶豫了一會 先記下 對呀 記下這些對呀 一會兒她有什麼偏幫 告她 警衛室就是在停車場的A區 為了方便監視整個停車場 所以警衛室設在2樓 即那個房間寫著security 嗯 孫梅麗 你是開車送便堂呀 我現在是個外部人士 所以我把車停在B區 也就是阿翔小姐 在B區目擊了這宗名案 如果是B區目擊名案的話 她有點奇怪 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 如果她在B區 大家看看 她在B區目擊名案 其實如果她還在車尾箱 她有沒有可能看到她 捅人的那一刻 這個就是我猶豫的那一刻 你怎麼看 我們先問一下 什麼直覺 今天會有事發生 有一次什麼直覺呀 你有預感 即是你是 你明顯知道你的案件會發生 所以你就過去看 做目擊職人 即是你是有份的 這個謀殺案 那種感覺應該怎麼形容好呢 我想到了 就有如 站在一個果實已經成熟的南瓜面前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你的比喻 說到搜查官的直覺 被我人多甜夫道夫都是一位搜查官 她在味成氣候 就好像未入味的葉蘿蔔 葉蘿蔔 連顏色都未染上 還有一個直率的孩子 嗯 哪像我呀 都已經染成深黃色的 一顫崩崩 對呀 而且還有怪味說這個人是老人歧視 坦白說 說人家有老人脫 好刺馬 這女兒真是精神病 總之當時我已經覺得心水不靈 在鐵絲網的另一端 我看到主任 檢察官那台沒有品味的轎車 那個沒有品味的轎車應該是 就是御劍檢察官先生的車 御劍檢察官 順帶一提 那把用來刺殺死者的刀都是檢察官的東西 我沒說錯 為什麼要知道那麼多 沒錯 我問錯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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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奇妙的案 你想見到的人物 他們獲得被告啊 我當時站的地方離 現場只能不到十公尺元 racist 但即使我想猜錯 卻都傳不出去 就是今天 football 勝率 如果他正常是事實 真的沒有計可思 總之咨wie攻擊 捉字失 cannabis 正人 你剛才不是zer mattress 檢察官和路邊的蟲是一樣 換句話說 你對檢察官有惡意 因此你證供的解讀有可能… 麻煩豬你說話的方式 這位弟弟 居然對我阿響給意見 你很大膽 你是甚麼水 你只是賣飯盒而已 八婆 你想被煎得鬆脆 敲得方向香噴噴地端上桌 出現阿響的美食爐渴攻擊 從菜料律師中取材料兩個字做料理的比喻 真是厲害 記低 雖然輪到手來賣便當 但我會堅守原一則 還有我的堅持 這張照片是你拍的 有可能嗎 所以這件事太多巧合 我覺得有事情發生 就在那瞬間 反射性地按了快門 我在其中一個飯盒裡 裝了攝錄機 磁馬筋 那很明顯有問題 為何你不能把相機正常掛在人家的頸上 這張照片為何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如果我把這張照片給檢察官看 不知道會做了什麼手腳 我在搜查科的鑑證組也有男朋友 這個上面的確是被告沒錯 好 糟糕了 人贓並黃照片上的確是寶玉小姐 繼續說下去 當時被告做了什麼 你主任檢察官的右手還拿著一把刀 又記得喝水收到了 關於犯人手上拿的刀 麻煩你將知道的告訴我 我想刀人的長度應該10cm左右 我覺得對不對 遇見檢察官我記得一把刀是你 嗯 應該算是 既然檢察官對人體要何應該很熟悉 我想對他來說 一定比做水煮蛋更容易 這個不是你可以證明到的事反對 哎呀哎呀 這位客人 難道你比較喜歡吃生雞蛋 然後呢 守執刀的被告後來怎樣 然後我看到他去多田夫警察官那裡 急心口刺下去 你當時為何沒有試試阻止呀 你應該有看到被告舉刀的場面 嗯的確有道理 好可惜我發現的時候 一切都來不及 來不及又拍到照片 你為何你 下個瞬間 主任檢察官已經把手上的空氣刺下去 呃這樣啊 你還有救的成報堂先生 這句話我剛剛聽過了 有什麼第二句 阿響小姐 正供在科學角度來說 都完全沒有破綻 白癡 那根本是致命傷 還怎樣有救 怎樣怎麼辦 姐姐是不是判有罪 總之不要急 先問清楚 我有關在旁邊 放失失的 反而可以令我冷靜 你笑什麼 真的有關我 那已經問了 在鐵絲網 另一邊 我看到主任檢察官站在那裡 沒有品味的小姐 右手還拿著刀 之後我看到他什麼深厚刺下去 這樣我就覺得 只有幾個 記得save ok 收到 其實我就覺得 只有幾個正 現在他的口供上 我覺得有破綻的東西 只有幾個 第一 第一就是那樣東西 就是我剛剛說 他在B區 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 就是 桶那一下呢 第二就是 響華目擊事件 當下拍攝 他說 他看到他拿刀 但是他拍照 是沒有刀的 是不是這句 先試試 試一試 你的意思是說 你目擊了整個過程 保證小姐的刀 是刺下去的瞬間 我剛剛已經說過 我以這個牛扒醬便當發誓 牛扒醬 不是牛扒 大家記住 它是牛扒醬 沒有牛扒 神經病 真的來的 食指大動 但是這樣就奇怪了 請看你這張照 你所拍的這張照 保證小姐 他根本沒有刀 底了 你看我多厲害 你們還說這關好銷魯 看過 那樣 魚劍檢查局 請你給點意見 反對 你應該認真一點 應該認真一點的是你 這位律師先生 什麼意思 這張照 並不是行空前的一刻拍攝 快門被人按下去 是一刀仔刺下去之後的事 objection 你憑什麼這麼肯定 是回淺的血 你沒有看到主任檢察官外套上的紅色污漬嗎 對 我也心想這張是黑白照 不讓人油污 吃茄式 薯條茄汁掉下去 你也不知道 反對 雖然不明顯 但應該是血跡 神經病 除了你之外 是黎M 對 黎M 說得好 大把 一直有 每個月都有不方便的日子 聽譜堂先生 人家當你是問題兒童 我應該怎麼做 肯定有疑 因為他剛剛的口供 他剛才說 我當時 立刻拍了他 他預計到有什麼事情 他之前那個是這麼說的 但證人剛剛很明顯地說 我察覺有事件發生 在那瞬間 反射性按下快門 是你自己說的 低能婆 看來是我用詞 用得不夠正確 不好意思 這樣也有顆 這樣就沒有了 一碗飯夠吃 添一碗 如果這樣也嫌麻煩 就叫大碗 不知道為什麼又被人罵了 我根本沒有機會阻止那位小姐行兇 保護檢察官就好像按照程式行動的機械人一樣 精準 冷酷地執行的殺人計劃 Objection 法官大人 計劃 你憑什麼這樣說 請各位仔細看 照片中主任檢察官的手 是手套 是手套 這個質地很薄的橡膠手套 你認為為什麼要戴這些東西 Objection 黑白照你也看到是橡膠手套 如果不是預謀犯案 是不可能戴這些手套 好 你覺得這個手套可以看出本智凡行的計劃性 預謀殺人是重罪 證人請你更新一下你的口供 好 然後她說為什麼會有… 等等 但或者只是打扮用的手套 Cosplay 現在流行… Objection 被告被拘捕的時候 手上的確當時戴著手套 而且那些是解剖作業中 經常用的橡膠特製手套 也就是說主任檢察官小姐 和死者約在現場碰面的時候 從一開始就是預謀犯案 我這樣懷疑很自然 也就是說一切都有預謀 的確是這樣 不過還會檢查官的人 糟糕了 這宗兇殺案的一切都有預謀 如果這個主張被人採納我們玩完 現在一定要找出本案並非預謀的證據 你還有救的 聖報堂先生 嘩我聽到悶了這句話 阿翔小姐的正攻又是這句話 從科學角度來說 都完全沒有破產 怎麼辦 姐姐是不是有判有罪 唉 我們直接去的那句 應該還是要KO那句 預謀 好我們先消掉 預謀 看看這張照片有沒有什麼預謀 如果有預謀的話 為什麼他在預劍那把刀殺 被害人的血跡沒有紫毛 先驗一驗刀 總之沒有可能 什麼什麼 預見這傢伙為什麼買這把刀 為什麼會準備橡膠手套 其實我心想如果他是這樣 為什麼不把刀死他 或者怎樣 我想一想 ID沒什麼用 按法頒獎禮 死者1 4點過來殺 按法當日打給電話 有沒有作用呢 這件事 看一看 再巡礼 應該不用再按 就是沒有什麼線索 有人笑了 有人笑了又說不懶 都要想想想 預謀 這張照片有沒有很古怪 他站在車上 這樣捅下去 又很難說 如果我說有預謀的話 為什麼他會這麼白癡 拿刀桶 或者怎樣 不立刻 找個隱蔽的地方殺 之類之類 這個就是我心想 有什麼 保存完突然很小心 被害人欠職 沒有指毛 5點12分進去 但當時他打電話 我可以解釋到他是不是有預謀 試一下吧 唯一是這麼想的 沒得預謀 因為他等於見一部車 那他怎樣預謀 這件事 安全 錯了 有什麼矛盾 有什麼矛盾 不覺得 第B 正食屎 再出事一下 預見汽車發現遺體 對 那我就說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他在這裡殺人 如果有預謀的話 行不行 又錯 你這個推理是對 只是拿錯道具 第B 那我就對 他拿了預結 我這個推理是對 對 但不是這個停車證 那拿回他這張相片 是矛盾 對嗎 通常都是這樣 刀錯 為什麼 我推理是對 但我是錯 什麼事 神經病 神經病 只能夠剩下 真的只有刀仔 因為有電話 真是刀仔 證人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一把是什麼 你想試探我阿響嗎 你還做了10年 當然是空氣 而且還放在那個檢察官的後車廂 他覺得沒錯 那把刀是我 什麼事 紅色的空氣 紅色的車 全部都是魚劍的東西 檢察官 這是什麼事 辯方提出以下請求 正人請你無必作出正確的作供 什麼意思 弟弟 作供內容是這樣 保元巴的所有行為 從一開始有預謀 所以他才會準備特殊的橡膠手套 這不是很自然推理嗎 手套的確代表犯人有預謀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為什麼最重要是空氣 他沒有事先準備好 但是這個 他這個推理是有矛盾 我想嫁禍給魚劍 我就會拿他的空氣 唯獨是車飛的 你不能預謀 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這把刀剛剛在他的車尾箱發現 他說我把刀在車尾箱裡捅 如果他真的預謀殺人 首先應該準備空氣才來 什麼事 縮靜縮靜縮靜 好呀 這一下情況一定會變 好厲害的程暴堂先生 哼 哼 思哥仔 你可不可以來一份厭美便當 什麼 難道只是因為這些小事 就被你以为状况起了转机 但实际上预谋杀人的可能性已经 你说什么傻子 是不是预谋犯案检方根本无所谓 是那位卖便当的小姐自己加下去加炎加醋 被告保穴吧用刀杀害搜查官 检方只是想证明这一点 其他事情不作考虑 看来本院要请你继续作工了 静人请告诉我你亲眼见到的就行了 收爹吧你 阿响的推理给你50个眼珠更含维他命 好恐怖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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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計劃性 以後沒有人敢送外賣去檢察署 好,辯方律師請進行審問 主要是這個 一處到上 他說有很多處 堆了很多東西 等等 又是機器又是人 證人發現根本是自相矛盾 Objection 又會在捉自失 聖報堂 如果你想捉自失 麻煩你選好一點 預減檢察署的碳飾 有著金骨的香味 記下 你說的好幾刀 到底是多少刀 當我們提到千層派 是否真的有一千層 追究正確的數字有什麼意義 就是有意思 假設刺了幾下聖報堂 想到什麼就趕他出來 看來這個人很性急 身為搜查官自尊受創 現在破綻百出 急躁就吃虧 這是經過科學證明的事實 事實 我之前想說 急躁的意思我不明白 吃虧跟科學有什麼關係 因為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科學解釋不了 好 有 性急 你意思是他在性行為方面 是不是都很急 objection 刺了好幾刀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想挑戰一下響我 我就等你武鞋玩劇酒 吃這個青海台便當吧 沒說是玩劇酒的人 我想應該是你 什麼意思 為什麼余劍你會摘一份 我都有點懶得說明 總之看一下這件事 刀造成的傷只有一處 解剖紀錄 是這樣說的 嘩嘩嘩嘩 真不愧是余劍檢察官 好帥啊 余劍檢察官 嘩 那個objection是我提的 為什麼他搶光了功勞 好了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正人 這位客人 想不想來一份蕃茄醬便當 多謝了 我曾經以為 沒可能會有人把蕃茄醬看成血 由今天開始我要改觀 你的意思是你看錯了 他刀舉起來的時候 我好像看到他心口上的血跡 也就是說回淺的血 我才會認為他至少刺了兩刀 你究竟把什麼看成淺血 說真的 我把他紅色的絲巾看成血 他當時的魄力就是這麼可怕 肯定這裡有問題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紅色絲巾 看一看 他沒有紅色絲巾 白痴 我記得這張照片是沒有的 越說越錯 Garbage 紅色絲巾 主任檢查官平時不是一直帶絲巾在頸上 他應該是為了可以隨時用來吊頸吧 對 他平時的確是帶著一條紅絲巾 不過 把紅絲巾看成回淺的血 悶乃牽強 不是 其實我鬍鬍也經常被人看錯 他們覺得我留在口水 老實說 我記得我似乎在被告的心裡見到絕跡 現而解剖多久人不會騙人 刀相只有一個 阿響小姐對自己作曲好像沒什麼信心 機會來了 成本堂先生 看來阿響小姐似乎很性急 好 好明顯就是那句 你記得張學有那首什麼歌 怎麼捨得你 他是不是一開始有一句 Ddududu... Ddududu 紅絲巾 未想得...Ddudud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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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一雙眼... 啦啦啦 nắc 雙眼... 是來自於嗎 是來自這首 怎麼捨得你 別離開 到死 Objection 阿響小子 我在這裏想說 證人 看來你果然不適合做搜查官 你說什麼 被告刺殺 被害人之際 是沒有遺什麼屍根 為什麼他經常搶我的台詞 是我挑戰他 你幫鞭鞭鞭 你自己提出這張照片就證明了這件事 啊 怎麼會這樣 有什麼可能 真的服了你 自我感覺良好到這種程度 都是一種才能 想必你一定可以成為一位優秀的便當小姐 嘩 真的大快人心 果然在最後關頭都要靠鞭鞭檢察官 剛剛那句Objection 是我提出的八婆 那個頭巾不是我明明有看到的 紅色 好了 證人為我們帶來的小劇場 已經充分娛樂了各位 你說什麼 夠了證人 請你繼續你的作供 我不知道做我的作供什麼 應該是這麼說謊 紅笑臉 紅裙 紅裙 紅絲巾 白紙般 坦率還天真 一雙眼 誰正般 吸引 流轉的舞步 將浮雲 忘記你 但仍然想起 月想起 更加難一尾 某些 靈步你 吉普 至得空氣 明清的 發出這 河邊 再寂寞 吉其 estela 説問此 donc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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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目擊到命案後馬上展開行動捉住被告 請告訴我們這件事的詳細經過 啤啥鬼?一巴掌掩開? 可以啊!我剛剛想起這些事想說 結果沒辦法推翻證供中最重要的部分 重要的部分? 寶玉小姐刺了被害人這點 接著是作弓或決定勝負的關鍵 犯案後被告到現場旁邊的後方離開 我立刻追上前宣讀疑犯應有的權利後 將他逮捕 沒錯,我一抓他瞬間在他口中聽到維根詞語 因為剛剛的作弓才產生了誤會 主任檢察官雖然嘗試逃走 不過這招對阿響沒用 他有什麼可能逃得過去啊? 他不是在B區嗎? 這些維根真是執著啊 狗詞如蛇,狠咬如網 阿響的過性就是這樣 網也是蛇的一種 別跟我說這些歪的東西 是不是想被我咬多一次啊? 啊,sorry,sorry,聖布羅 用了私人被毒蛇襲擊倒,記低 主任檢察官的抵抗真是不堪入目 用力想摔掉我的手 又用腳把鐵桶踢低 鐵桶? 這麼厲害可以踢倒鐵桶啊? 街霸啊你們 哎呀,那個蓮蛋這麼可愛 其實真的是老虎吵 好了,編方律師開始進行審問 好,我唯一肯定那句 作弓有問題就是那句 他說他... 被告什麼去旁邊走了 我就覺得是 他沒有可能捉到他 我立即追上去 對他宣讀什麼 將他逮捕 錯一錯他先吧 你來到立即,當時來被告很近啊 我剛才不是說過 我們距離不到十公尺的地方 怎麼... 喂,要追紋 喂,我要追紋 為什麼第一個是這樣 磁馬鎮 錯他吧 怎麼會不追紋 追紋就不用成本 怎麼辦呢 又不是要搓下去 保險美健 讓我再確認一次平面圖 我就說 便當樂園的車 應該是外部房間在B區 這樣的話 正人目擊位置的現場應該是這一帶 距離十公尺差不多 阿響小姐是不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你死得 但你眼前有鐵絲網 當然啦 我爬過去 不過是臭孫阿響 要爬過去的鐵絲網 應該是這條時間 你有沒有辦法這麼快 可以抓到人 Niko 那個鐵絲網應該有三公尺高 保險小姐 為什麼不試一下 逃離現場呢 那怎麼樣 你這樣也不是一個問題 我還要出示什麼 你還有什麼好爭 我已經提出了一個問題 不是我 我又要再說一次平面圖 不是要想清楚 但是 他說我應該有權利後 把他逮捕 我還問這些 我覺得有點奇怪 他又無緣無故 他又無緣無故跟你說 紅絲巾 張學友上身 他 如果正確記得 一早就加了入口供 嘩 好聰明 我只記得 意氣印象 有絲巾 這個詞語 總之 你不是在 你和被告的交談內容 沒錯 GM檢察官 是對著他的電話說話 電話 難道是指那支手機 詳細追問 你說的電話 是不是這一步 沒錯 結果來說 是這樣 結果來說 是什麼意思 我阿響的記憶力 就和三文語 逆流而想一樣 什麼意思 金語記憶 我聽過 主任檢察官 起初是想用場上這個電話 場上這部 我當然圍牆上有一個緊急電話 那個電話好像壞了 所以他才逼著用手機 的確 那支緊急電話 當時是沒得用的 不過是正人 記憶力和三文語一樣 這樣是不是讚 那請你把剛剛的發言 加入正宮 真是一群 添麻煩的弟弟 好 之後他放棄了場上的電話 改用手機 我全部都看到 主任檢察官嘗試逃走 不過這招對我沒用 上司逃走 那不是告訴我情況 那女人把我的手扔開走 真是很難看 他抽刀魚在那裡掙扎 什麼鬼啊 還用鐵筒踢低 站著用鐵筒來妨礙我 有沒有可能啊 踢到鐵筒 好啊 現場應該有鐵筒倒在地上 沒錯 不過有點奇怪 嗯 如果目的是逃走 為什麼不是向反方向走 魚劍做什麼幫我呢 反方向啊 是啊 汽車的出入口 就是啦 居然啊 圍牆後方的鐵筒走很不自然 好 又多一個疑點 我比較想解決疑點 不是增加 原來寶玉小姐曾經試過逃離現場 但為什麼要走這邊呢 不好意思啊 情報堂先生姐姐居然這麼可疑 連我道歉也沒用啊 但恐手真的不是姐姐 相信他 好 我們看看照片 這裡就是看到他 再看一次 他在後面當時 車尾箱就有這兩個桶 跟著就殺完人 就說什麼被人抓到 之後就踢爛這個桶 其實如果這樣說 他的踢的桶 沒有什麼作用 這裡 你看看這個平面圖 你看看 如果他踢桶 即是他在電話那邊 他是在電話那邊走過去踢桶 還是什麼呢 喝水收到 喝水收到 是不是有反應呢 如果他說他要走路的話 他應該向 左邊的位置 你看看平面圖 看是向左邊走 桶的話 你會看到他在車旁 剛剛照片的話 在 右邊的位置 這樣就兩回事 很容易 我們再問幾下 之後他放棄改用手機 我全部都看到 他說改用手機 Anyway 他說到手機這件事 這個是新的 是不是正路都問 改用手機 改用手機 5.18分 是跟小西通話 那我問小西有沒有說過項巾 就知道 先試一下 是錯的 有什麼矛盾 不覺得 這句是廢的 被告往現場旁邊的隔 隔牆後方逃走 然後他說踢了鐵桶 是不是有問題 不是 我們先拌勻 不是 應該是對的 他說什麼 他說嘗試逃走 但是他說對著鐵桶 是不是錯了 再看一次 把鐵桶逃走 那不是跟他剛剛說的方向 是不錯 對 他剛剛說出入口反方向 對 為什麼不走 對 這些是廢話 是哪一句我的挑戰 都是一個問題 平面圖 圍體在這裡 好 追問新的那句 再追問 好啊 試一下吧 好啊 好啊 我未追問 嗯 我可不可以把目擊內容 再整理一次 好啊 好啊 說得有點亂 這傢伙說謊 我多說一次 小朋友 原來要多說一次才行 好啊 好啊 主任檢察官 在堆壞人之後 走到隔牆的另一邊 主任檢察官 在堆壞死者之後 就去了另一邊 雖然他拿了場上的緊急電話 但打不通 我想問他這個時候 視點是有透視眼 objection 法官大人 他居然可以看到他打電話 嘩 所以他就把我口袋裡的手機拿出來 我就立即飛漲過河跳過去 然後呢 證人就是趁這段時間 拍下鐵絲網 沒錯 我捉著我的阿響 捉著你的手在這個時候 主任檢察官小姐 方方張張卡了線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目擊到這些情況 是不是 五成暴郎先生 我說的推理是一樣 對吧 我發現了他有問題 先用符 不要說太多 我全都看到 那我現在出視頻片圖 你沒可能看到 對吧 吃屎啊你 Objection 證人依照我的理解 似乎和被告有些私人恩怨 Objection這位證人 曾經是一位搜查官 會因為個人立場影響他的作工 真的沒想到 今次居然你幫我說話 兩年前是你和主任檢察官聯手一齊把我趕出去 原來就是御劍有份炒他的魷魚 阿響小姐 那我問你 剛剛是作工有一個致命性的矛盾 你又想怎樣說明 嘻 什麼意思 看不起我阿響 就讓你嘗試臭酸的滋味 怎樣嘗試 我很擔心 你說什麼 讓我體驗臭酸的滋味 給大家看看一個平面圖 根據證供 這個目擊整件命案 但如果你說的是事實 你根本不可能看到 寶如小姐打電話的過程 我想你真的被人炒是很合理 因為你作為搜查官 連這些基本的邏輯都不懂 你終於明白了 緊急電話設在牆壁的另一邊 如果你當時身在B區 根本不可能看到緊急電話 原來她真的這麼臭 淑淑淑淑淑解釋到底什麼事 很簡單 法官大人 這位證人 別說是全身臭酸 根本全身都是臭酸 謊 你跟我一樣 聖布羅也是用臭酸來攻擊她 這位證人很瘋 可惡 Objection 既然是這樣 讓我來問問律師 究竟這位證人 在作弓中說了什麼謊 剛剛不是說了 是不是低能 就是他根本不可能看到 證人的謊言就是 目擊的內容 目擊的地點 目擊的順序 目擊的地點 他根本是看到 但他根本不是在那個位置 下載我先 只剩下一格 雖然他嘗試使用緊急電話 但電話不通 這句話本身沒什麼意義 但因為這個緣故 證人應該沒有說謊 說謊的理由是 證人應該真的目擊到被告使用緊急電話那幕 換句話說 這裡表示 阿響小姐在第二個地方見到夢案發生 Objection 在第二個地方目擊? 說這些謊言有什麼意義? Objection 反對 謊言到底有沒有意義 沒有實際說出來 我怎麼會知道 現在本席就要問問這位滿嘴胡說八道的辯方律師 我胡說八道? What the? 證人在命案發生時到底在哪裡? 集結至今所有證供 結論只有一種可能性 我覺得是不是低能 我剛剛說這麼多說話 是廢話 居然是說我胡說八道 說謊 誰說謊 低能 好 大家知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在這裡蹲著輪 才可以看到 不然怎麼會知道 除非他一定在 他說可以看到打電話 要不就是在這些車 要不就是在這裡蹲著輪 我猜在這裡蹲著輪 對吧? 然後馬上衝過來抓他 在這裡這樣抓 馬上跳下來抓他 你怎麼看 或是遇見車蹲輪不愛 他殺人的時候 都馬上衝出來 而且這裡都遮住了 這場 對吧? 好 除了這裡之外 沒有其他可能性 喔? 警衛室? 我記得一定是停車場的警衛室 為了方便監視停車場在2樓 喔 的確 如果是警衛室來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緊急電話 但警衛室之外的地方 應該都可以看到電話 不是 只有可能在這裡 證人並非檢察署內部人員 沒有辦法把車停在A區 同時目擊到緊急電話和命案 經過只要在這裡 我記得在你作弓是這麼說的 每天都要送便到我的警衛室 給裡面的男朋友 契家佬 我有沒有說錯?響小姐 好 這麼多年來 我不知道逼供了多少男人 沒想到 會不會反轉來被男人逼供 好 俗淨淑淨這位證人 你身為前任搜查官 居然在法庭做出危證 我響敢做敢認 會不會借故推堂 被罪人受罰呢 這是我唯一的願望 你就是罪人 你現在做假證供不是有罪 罪人是否敢保育小姐 是 鄭寶堂先生 你不覺得有些奇怪嗎 為什麼響小姐要說這些謊 喔 就算老老實實告訴她 她在警衛室目擊到命案 對她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說得沒錯 這張照片說明到一切 刺殺被害人的就是被告 這個事實是沒有任何改變 咦咦 objection 不會有任何改變 是沒有可能的 你說什麼 在作公時說謊是犯罪 既然曾經是搜查官 很清楚才是 也就是說 這個當中一定有不得不敢做的理由 本席問你 理由是什麼 白癡 她會老老實實說什麼 點點點點點點 咦?你問我嗎 喂!是不是廢話 為什麼不是問我 學犯人 靖寶堂先生 你再整理一次 情況 響小姐其實在警衛室目擊到命案 然而她聲稱自己在B區見到 有什麼重要的差異會導致產生這個理由 馬上查理一下 想一想 想一想 與現場的角度 與現場的距離 與現場的亮度差別 原因就是告訴你 我想一想 看看這個平面圖 為什麼她說是警衛室呢 我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她 如果她在B區 她才可以看到她行空的一刻 警衛室只能看到她的打電話 因為她有牆 她在B區封鎖 應該就是這樣 角度 是不是叫Angle 我都不知道什麼 亮度 不是吧 距離也跟別人不相關 是角度 有什麼錯 二樓可以看完 意思是二樓 苦一下不對 我們再看這張圖 意思是可以看車子 但這棟牆不是鎖住嗎 除非那棟牆是很矮 可以的 牆應該是連著吧 先喝口水 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是角度 我已經看不到牆是怎樣 無從稽效 試試看 當然是角度 角度 說清楚一點 不要蒙韻過骨 這層請看 有些警衛生日二樓所以 我想他是不是可以更立體 看見整個命案 這樣就不好了 這樣還好 有什麼問題 啊 白癡 即是不回答我 就像你們這樣說 這棟牆是豬魚用的 當著豬魚 沒有起到最頂還是怎樣 警衛生日有沒有閉路電視 沒有的 我也想說 低能的 低能的 這些這麼重要 審案這些這麼關鍵的地方 都可以沒有閉路電視 與現場的距離 拉到牠 即是剛剛說 要捉到牠 是不是這麼容易 捉臭 有亮度 停車場 我不知道要有多暗 沒有什麼關係 看多一次 距離就很近 立刻衝下去捉牠 即是怕牠能跑掉 要抱著牠 立刻去CAM 我猜是距離 應該不會有什麼亮度 那當然是距離 Objection 我潑你冷水 律師 照看平面圖就可以看清楚 警衛室 以現場的距離大概是10公尺 視線範圍 我想跟B區應該不會太差異 Objection 現在重要的 不是牠看到什麼 抵達現場需要幾分鐘 即是我推你對 蛤? 阿響小姐 你在警衛室目擊了這宗命案 之後你抵達現場 拘捕被告為止 究竟中間花了多少時間 你怎麼這麼說 你怎麼說 證人 這位客人 什麼事 好噁心 橡筋便當 你要來一個橡筋飯盒 嘩 怎麼吃的 大佬 好像茶器 有時那些人 不小心炒了橡筋 我試過 那時候 拿著咖喱便當 要送給警衛室的男朋友 嗯嗯嗯 真羨慕你 男朋友 但警衛室沒有人 於是我留在那邊等他 嘩 我擅自入警衛室 神經病 跟著旁邊警衛室的玻璃窗 目擊到整件案發生 我沒想到那麼多不加思索 衝向案發現場 只是 路上的這棟門 因為鎖了打不開 這樣都可以走不掉 What the hell 這樣你還 所以 我最後只能夠 前往訪客專用的B區 哇 兜了大圈 之後再跑去鐵絲網 你真是快 閃電盒 在目擊命案 現場開始 我想花五分鐘 五分鐘 喔喔喔喔 刺馬近五分鐘 還抓到人 這樣來狀況會發生變化 無論怎樣也好 刺了被害人 就是被告直上的女人 有這張照片 就不容置 是 本人 從此 以這一箱 免洗快發誓 的確 我們或者沒辦法反駁 黑人 你要不要再來一份魚子照片 又來 雞腿打人 教育 好需要 很糟 聖布朗先生 你想想辦法 但我手上還有反駁的材料嗎 他這樣問我也是靜觀其變 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會說 我又會objection 五分鐘為什麼 這傢伙不走呢 我是會這樣說 我是很想objection 我objection 這傢伙不走 不用什麼材料 目擊命案之後的五分鐘 請各位想想是否重要 我們沖一碗杯麵 吃兩碗 麵會硬一點 你不要只顧著吃杯麵 嘗嘗我阿響賣的便當 這段空白的五分鐘 我都說是很奇怪 你說奇怪 阿觀大人 假設你是犯人 給你五分鐘 你要做些什麼 用洗文的 當然是現場逃走 我…我…我…我 絕對沒想過殺人的歪念 沒錯 正常人都會想走 但這次不是這樣 被告留在現場 遲遲不走 還特地被你拍照 如果真的犯人 有什麼可能不採取這些行動 看來這個情況 這位證人到此為止 證人不單止對被告保持敵意 交代不清不阻 也缺少說服力 如劍檢察官 警方有沒有其他證人 好抱歉 看來我似乎過於期待這位 前搜查官 成功了 我們扭轉了形勢 好險啊 這次真是驚險 就算阿響 現在已經過眼雲煙了 本日就此休庭 由誰喊等等啊 A什麼禮分 橡筋飯盒 遇見檢察官 這個不是剛剛拿給我 那個瘋子飯盒 我拒絕接收 辯方律師 剩下 辯護人 我拒絕接收 辯方律師 剩下 你還有沒有其他事情 我拒絕 我說不定可以幫到你手 在閃著他 收皮吧 這兒子我的 我有關鍵的證據 什麼啊 難道他還收了便當 啊不是 還收了在這裡殺手間 好為何本院決定收你皮 這位客人 要不要來一份特製便當 哇 三層啊 我唸了是犯人 發證人的誠意 我再給一次自己作弓的機會 讓你針對剛才的關鍵證據 盡量發言 這個法官也是應該炒魷魚 本人阿響和我的飯盒一樣 不會令你失望 真是做女人多好處 你看 阿響小姐執著什麼 到底他還有什麼秘密 有沒有那麼喜歡吃飯 明顯不是有什麼意思啊 三層吧 有點寓意 我想呢 我應該先跟大家說 我的視線 離開了現場五分鐘 但是 我有沒有跟各位提過 被害人的鞋脫掉了這件事 調查發現上面有兩種血跡 其中之一自然是死者的血 而另一種當然是被告寶月巴的血 這雙鞋沒有任何矛盾 是最完美的證物 我想問為什麼你會有化驗報告 又知道這些 你說什麼啊 被害人 鞋上勾血 你的關鍵證據和便當 就交給我們便當樂園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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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bjection 你是什麼意思啊 證人 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沒有在報告裡面看過 很簡單而已 我剛剛就說了 我沒辦法信任檢察官處理證物的方式 因為這樣 我自己做了調查 八癡啊 你自己做調查 即是你把鞋藏起來 我怎麼知道是否加血 但是 怎麼連血液檢驗都可以做到 你靠什麼核對 你怎麼核對 這些是DNA的血 我就說了 鑑證科的職員 大概有三位是我男朋友 這個證供已經不可信了 神經病 這些不是正當的證物啊 法官大人 你說什麼 你不可能不知道 法庭中的證據法 有兩大原則 第一 一概不承認 未經過警察處認好的證物 也就是說 這雙鞋是違法的證據 至少現階段是這樣 是這樣嗎 成報堂先生 應該啦 你看余劍空有成竹 他很少說錯話 這樣不行啊 檢察官先生 你不要忘記我啊 阿響 以前也是搜查官 剛剛我應該有這樣說過 這雙鞋已經由鑑證科的同仁 進行過正式的調查 如你所見 已經在今天正式受到警察處認和 一般民眾提出正式的證物 檢察官先生 是這樣的嗎 成報堂 應該是啦 如劍說不出事的時候 就是無法反報 哎呀 證據法那麼重要 你應該讀熟些 不理檢方發生什麼事 根據證據法第一原則 這項證據沒有問題 看來應該給你的懲罰 現在又多一樣 請求罪人得到應有的制裁 一切我都已經有心理準備 好 好啊 開始審問 先測試 什麼離開5分鐘 沒什麼好說 為什麼會脫掉這雙鞋 這雙鞋在哪裡撿的 我格制住主任檢察官 然後向警察處報案之後 在刑警底達之前 我一邊思考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於是你又成為了一隻 喜歡惡作劇的小狗 是不是 主任檢察官犯案 檢察處說不定想壓低這件事 我是為了避免這些情況 才把我的鞋收起來 掛在我手臂上的漂亮籃子 裡面可以裝的不只是便當 什麼事 背著我幹什麼 總之你把很重要的植物帶來現場 之後怎麼樣 我們看看這雙鞋 好 我們驗一驗 這些血 是姐姐的血嗎 可能是的 之前在機械鎖裡面看到寶月小姐右手綁崩帶 可能是當時受傷 姐姐 問一下 臭不臭的香港 有沒有 這裡是 應該連這裡也有血 鞋的底部應該是避害人自己的血 他有可能自己走入血泊裡面 什麼意思 有什麼可能 他被人捅鞋底尖 他在血泊走過 一個人被人捅死了 當然他在鞋底尖了血 只有他有行動能力的時候才可以做到鞋底尖 血 誰打誰的血 不知道 第六感 我把這些人說的還是怎樣 我記得你把鞋交給鑑證科 如果想鞋子要做證據 當然要警署認可 因為這樣可以調查證物 這所謂的鑑識 鞋小姐 是搜查官才做到這些 鞋上這個有血跡 畢竟人被刀捅了 流血很正常 也就是說死者多田夫 警察官的血 剛剛說了 鞋總共只有兩種血 而另一種當然是寶月巴 可怕的呢 我們再看看 要對比多一種東西 我們先看看這個 他什麼 他剛剛那時候地上沒有血跡 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他在那裡殺人的話 正常奢尾箱也要有血 這裡是沒有血的 又是什麼? 深色鞋 不是 這個是多田夫的 大家要留意這雙鞋 是死者的鞋 不是女的 你咬清楚 我是關鍵 我是覺得奇怪 如果他在這裡被捅了 他鞋底有血的話 他下面地板應該也有血 你明白嗎? 這個是我移民的地方 不過我們再多說幾句 幫民血液檢驗 沒辦法斷定一定是被告的 弟弟血液檢驗的事 你又知道什麼? 啊? 說來要聽 O、A、AB 我怕A型的人是神經病的 嗯嗯嗯 你說的是血型占卜 血液的分類如果真的 嚴格計算很多種 幾乎可以知道血型 就可以知道你是誰 數百萬種? 我再等一段時間 就會連DNA鑑定也有 不過我想 血液的主人應該是補月巴 沒錯 被愛人的孩子上 占有被告的血液 被告和死者的死 因此產生直接的關聯性 有矛盾 我有矛盾 我有矛盾 不可以默默地接受 黑人要來一份鹽漬便當 這個大人的滋味要記住 說好 是不是? 異人的什麼鹽漬 你們委託人犯了無可挽救錯誤 靖寶堂先生 這雙鞋難道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關鍵時刻 被害人的鞋有沒有問題? 有啊 我們已經有問題 我們已經說了 save 我們已經check過一次了 馬上說有 指出問題 有沒有猜錯 這雙鞋 某處一定藏著重大的矛盾 你的眼神果然還是個年輕 快點跟我試試 鹽漬便當的鹹味 鹹濕婆 我想整一下變武律師 死隻鞋到底哪有矛盾 請問我們指出 你認為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這裡 鞋底踩屎 靖寅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雙鞋底部有血跡 我建議你不要太看小我阿響 我看阿響的鞋底 就會沾滿弟弟你的血 鞋底? 你覺得沾了不少血 你害人被刀捅死 這是很自然的事 你鞋底的血到底有什麼矛盾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 出這張照片 就是因為它 大家看看 這裡沒有血跡 地板應該是這樣 問題就是腳印 腳印 如各位所見 避害人的鞋底 是留有非常明顯的血跡 既然是這樣 在現場的汽車旁邊 應該有血腳印才是 喔 既然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現場 根本就沒有這些 這些很明顯就是個矛盾 Objection 這張照片 只能看到部分地板 沒有辦法肯定全場都沒有血跡 Objection 如果地板上真的有血腳印 搜查時應該會發現才是 或者在現場調查過 根本沒有這些腳印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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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人口供有可疑 我告訴你為什麼沒有 不在我考慮範圍之內 我應該馬上這樣說 關我鬼事 這層我這個人只是擅長找出矛盾 你說什麼 等一會 原來是這樣 這一層 怎麼這麼兇有成竹 真是一位麻煩的證人 去到最後還想誤導我們 但是他的作弓暗藏了一些提示 是什麼意思 那一回想看看 證人說他抓到被告的時候 主任檢察官的抵抗真是不堪入目 用力擺脫我抓住他的手 又用腳把鐵桶踢低 這麼可愛 但是其實是一隻老虎 即是他片的寶月巴 我一直覺得 這個不像是那位冷靜主任檢察官 會做出的行為 的確 好了 證人我想和你確認一件事 現場的鐵桶 裡面是不是空的 原來是這個意思 我很討厭你的御劍檢察官 不過 你的頭腦果然不錯 證人 鐵桶裡面到底是 主任檢察官 製造了鐵桶 製造了鐵桶 裡面裝了水 裡面裝了水 什麼事 電方律師這種不明白 被告整裂鐵桶的行為 在背後隱藏真正的目的 啊 難道是 沒錯 被告想盡辦法 都要製造鐵桶的理由 只有一個 但是洗了地下 那些會自己成為自己 罪症的血跡 白癡 看來答案已經枯枝肉出來 我想說這裡真是低能 首先我想說就是 喂 喂 大哥 首先 先不要說 我覺得他踢 可以踢這麼短時間 所謂踢塌的鐵桶 也是很困難 這件事不管 第二件 血有沒有那麼容易洗 你也看過兇殺案 那些片段 擦了十幾次 是吧 好像水 馬上可以沖 血是稠稠的 對 為什麼現場沒有水積 我也想說 洗了也找得到 對 根據CSI的 有螢光劑 一人 你看過乾女孩 也有說 那些水夠多 OK 有DNA 血洗了照燈 我們可以看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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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下去 你看 怎麼可以做到這件事 姐姐是血沾到鞋 鞋上 是不是因為手受傷時 流 不跟過調查 應該沒必要繼續審議 靖寶堂先生 求你想想辦法 二層 沒辦法了 保護小姐不僅承認犯案 還做了衣滅證據 這些行為 但是 到此為止 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 麻煩法官大人請你宣判 哦 明白了 那 阿響小姐是檢方的證人 是檢察官的同課 她說鐵桶裡面裝了水 有可能說謊 本院宣布 被告寶月巴的判決 等等 誰說的 那邊是小姑娘 你剛剛說什麼 啊 你問我啊 你說我是檢察官的同伴 我有說錯嗎 姐姐才不會把證據 才不會想消除血跡 看來 你似乎還想多加一份飯盒 點這個名為 證物的 雞肉鬆便檔 我證人 你是不是又藏了什麼證據 Objection 審理已經結束了 如果再有人繼續隨意發現 我會執行藐視法庭 反正我已經脫了出去 威脅對我已經沒用 對 你本身已經坐 背了行做假證供 給我看清楚 為什麼你拍到這麼多照片 這張照片是 我會不會打算 如果有人質疑那雙鞋 要是否避害人的東西 就要拿這張照片出來 不簡單 做事真是周到 程寶堂先生 你看看 照片上的柏油地面 好明顯 我可以看到它是濕的 這次沒有疑問 在命案發生之後 現場地面曾經被水沖過 對不起程寶堂先生 果然我這些人只會越幫越忙 知道就好了 好 這個結局是保育小姐自己看到 嗯? 對不起千尋傘 不行啊 現在低頭太早 又用了替身使者能力 升煲堂 嗯? 一頭抬起來好好看清楚 痴情未到最後關頭 不要再放棄 這個是最後的證物 現在應該輪到我說話了 本席宣門 objection 發官大人 請你等一等 有什麼事啊? 摘頭摘細 你可不可以等我一會 不行啊 等完你輸半人不行啊 這張最後被人提出的照片 請你再看看 這案證明 我們沒有充分討論過 你這個人不通 你的意思是 這張照片有問題 遲些再思考 沒錯 還有問題要釐清 已經踏到這個地步 的確應該要釐清所有問題 聯邦律師請你指出來 這張照片的問題在哪裏 即是我拋回浪頭 我現在沒有可以保障 先看看 車尾箱 胸口痛 下去 然後鞋 想一想 嘩 我又沒法對比證據 我們從上面開始看 這個就是 胸口正中一刀 這是一個正常的東西 然後這隻腳 不知道是屈曲的 還是什麼 這一塊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什麼拿東西遮 它的乾濕外套遮住了巨龍這個位置 是吧 OK啦 然後鞋 鞋 鞋底為什麼有它的血 我也是不明白的 其實你要我說的話 還有這些血跡 咦? 這裡是不是有個死氣喉 出現了什麼事? 為什麼有人塞死氣喉 這裡是不是有個屍根 為什麼要塞在這裡 鞋底怎麼有血 也是我的誤 但是我這個 是不是最明顯的錯誤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東西 有兩個疑點 第一鞋底為什麼有血 第二就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應該是 因為它剛剛類似 推翻了鞋 對啦 我似乎是要說這個 我 我拼死以後 有問題的地方 當然是這裡 這個是 難道是屍根? 喂等一下 要不要檢查 什麼事呢? 不過你剛剛不是說了 屍根這個詞語嗎? 但是辯方律師指的應該是 排氣管 原來它是盲的 是排氣管沒錯 但是你可以看到裡面塞了東西 辯方律師現在指的這件事 原來是這樣 在排氣管裡面 似乎可以看到可疑的布塊 哼 你說一下 那又怎樣 這塊小小的布 和命案為什麼會有關係 objection 好可惜的 阿響小姐 你這句說話說不通 其實你剛剛已經證明了 已經跟我們說明了 這塊屍根和命案有所關聯的可能性 什麼? 那... 讓我聽聽辯方律師的說法 立刻保存一下 法官大人其實心裡在說什麼 喂 開手得功尾 不斷托托托托 管得案尾 排氣管中的布 和這次命案有關的證據是... 喂 我要先看看資料 為什麼他脫了一個屍根 在這裏 打人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塞進去呢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只有這個有關聯 在對話過程中 提到屍根 應該是這件事 因為打電話 他第一件事就是要說屍根 電話沒什麼好差 只有這個 為什麼他說沒有打 是必要 而且這句是他說的 那個... 那個臭婆娘說 那應該是這個 放一放 阿響小姐 臭孫小姐 麻煩你回憶一下 較早前你自己提供的口供 沒錯 抓他一瞬間 在他嘴裡聽到 屍根這個字 正因為這樣 我剛剛在口供裡面 才產生了那種誤會 屍根 幹嘛在身影 當時你聽到屍根 可能是塞在排氣管 這件事 是否真的要去 萬一真的這樣 那這塊布 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證據 看來本字審理 有必要做個中團 中團? 那塊布真的有意義嗎 我個人對這個抱著懷疑的態度 原而在這個法庭上 所有疑問都一定要搞清楚 影以最快的觸奴 調查那台汽車 將那塊屍根作為證物提出 半決留到所有問題釐清之後 還有一部不同意見 哼 只能夠是這樣 總算 被我捱了過去 暫時 對 法官 對 你們也是這樣說 法官說 我終於可以下班了 我要下班了 補責宣判 你們這次不准再暫亂歌病 從現在開始 現在要審理進行三十分鐘的休息 警察差不多要吃午餐 他就說我要下班了 拜拜 嘩 吃得下午餐 好 多喝點水 謝謝 好啊 好啊 多謝你的小奇點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修禮 玩得超厲害 完全推理 全部都在我的推理裡面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不斷籤 完 我領快吃到 我來看 我來看 過千年 我來看 你 要讓你